哈喽 大家好 这是粉丝寄过来的一台6SP 不占为不开机 那这是同层的一个粉丝寄上来的一部手机啊 那么咱们拆下主板 先看一下这个板子还是非常亮的啊 没有维修过的痕迹 唯一的呢 就是这个位置啊 有被摔过的痕迹啊 但是手机看上去没有被摔过 那么咱们维修三部曲啊 先加上电看一下啊 加电漏电500毫安 那么用手摸一下啊 看一下有没有感觉到花热的地方 这里啊 wifi这里明显烫手了 把我手都烫了一下 ok 那么咱们对这个部位来熏上松香啊 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发的 那么最后将问题锁定在了 wifi芯片 那么二话不说啊 先撬下wifi 然后进行一个更换 那么修手机的都知道啊 6s以后的机型呢 放wifi 必须要解绑wifi才可以使用啊 那么咱们撬下硬盘 那么放进测试架 进行一个wifi解绑啊 那么wifi解绑完成了 那么拿回硬盘直上吸 那么咱们就准备装回硬盘 ok了 维修结束 那咱们开机测试啊 咱们成功开机 那么放了wifi芯片 咱们要对wifi进行一个测试了 非常完美啊 故障完美修复